大家好,我是二姐 秋天莲藕最养人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 不炒不凉拌 出锅没想到居然这么好吃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准备两截莲藕 我们把莲藕的外皮给它削掉 挑选莲藕时 我们尽量挑选这种带着藕结的 这样的莲藕藕洞会比较干净 会更容易清洗 现在把藕结切掉 跟着把莲藕切成薄片 莲藕分7孔莲藕 淀粉含量高,水分少 吃起来口感不怎么脆 偏面一点 9孔莲藕水分多 口感比较脆甜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哦 将切好的莲藕装入大碗中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少许白醋 然后加入清水 先把莲藕浸泡一会儿 这样既可以防止莲藕氧化变黑 而且还可以泡出莲藕洞中的淤泥 跟虫卷之类的 现在我们准备少许的糯米 加入清水 先把糯米淘洗干净 糯米因其香黏软糯 口感非常好 所以也常备用以制成风味小吃 深受大家喜爱 今天我们就搭配一点糯米 增加一点香甜的口感 清洗干净的糯米 我们加入莫国糯米的水量 先把糯米浸泡一个小时左右 使糯米吸足水分 吃起来会更加的软糯 现在把莲藕清洗干净之后 我们把它切成细丝 再切成莲藕丁 切好装入大碗中 现在我们准备一点 其他自己喜欢的配菜 我这里准备了一根胡萝卜 斜刀切成片 然后改刀切成丝 最后我们切成小碎丁 最后我们切成小碎丁 切好和莲藕装到一起备用 现在我们来准备一块猪肉 把它改刀切成薄片 接下来改刀切成小碎丁 接下来改刀剁成小肉末 剁好的肉末装入大碗中 准备一块生姜 将生姜切成薄片 再切成姜丝 最后改刀切成姜末 切好的姜末 切好的姜末放入大碗中 再来准备一把小葱 直接切成葱花 同样装入大碗中 同样装入大碗中 现在我们准备五毛钱的豆腐 直接用刀背 把豆腐压碎 尽量要的细腐压碎 然后装入同一个碗中 现在可以调味了 根据个人口味 加入一勺食盐 少量的鸡精 少许的胡椒粉 一勺生抽 再加入一勺蚝油 用筷子搅拌均匀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现在可以往里面加入一个鸡蛋 这样既可以丰富营养 也可以增强粘稠度 继续搅拌均匀 使所有的食材入味 然后先放在一旁 筋纸入味 现在糯米也已经泡好了 我们把浸泡糯米的水倒掉 然后装入平盘中备用 馅料入味后 现在我们往里面 加入适量的土豆淀粉 边加边搅拌 这里的淀粉 可以是土豆淀粉 或者是玉米淀粉都可以 搅拌只感觉可以抱团就可以了 取一小撮 放在手里团圆 然后两手相互摔打 使丸子更加紧实一些 现在 再裹上一层糯米 像这样均匀的滚上几圈 把糯米牢牢的 粘在丸子上面就可以了 就这样一次做好 裹不完的糯米我们就留在盘子底部 这样好吃还不会浪费 全部摆满后 我们准备一些泡开的枸杞 放在莲藕丸子上面点缀一下 吃莲藕配枸杞也是非常的养生 全部摆好 现在放入蒸锅中 热水上锅 盖上盖子大火蒸25分钟 时间到了 我们来看看 哇 好香啊 又好看又香 静音剔透的可好看了 这样做的莲藕真的非常的鲜美 咬一口软软糯糯QQ弹弹的 还有莲藕颗粒脆爽鲜甜 因为用蒸的烹饪方法 吃起来清爽不油腻 太适合给家人做了 秋天正是莲藕大量上市的季节 这个时候的莲藕是最鲜甜脆爽的时候 所以喜欢的朋友可不要错过哦 收藏起来给家人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记得关注我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二姐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